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吹马 领先演播 第261集 同情 早在数年前 得知自己并非太后血脉 长公主便命苗江屋谷之人 在她与太后体内下了母子骨 这骨虫是她的保命王牌 仰着下颚 长公主嘴角勾着笑 看向皇上 皇兄 陈妹其实真的是被冤枉的 陈妹怎么会害魏远将军呢 你要给陈妹主持公道 苏青 这人不是出门不带脸 是压根儿出生那会儿 就没有带着脸从娘胎里出来 人出来了 脸辣子宫里了 瞬间 苏青有些同情皇上 当个帝王 天天国事操心不完 今儿这儿发大洪水了 明儿那儿雪崩了 后天这里闹匪患 大后天那里又超家伙打仗了 有国有民的事都没完没了 家里亲戚还这么不省心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真是上辈子不积德 这辈子当皇帝吧 唉 心头一叹 苏青同情地看向皇上 只见皇上满脸的阴沉 沉得脸上的骨架都快挂不住肉了 一掌拍在桌上 皇上朝长公主道 太后体内当真有与你相通的母子骨 长公主点头 这种事 臣妹怎么能骗皇兄呢 皇上咬牙切齿 很好 拉下去 仗则武时 苏青 这是杀不了 暂时打板子卸愤 意思就是 老子虽然不能杀你 但是老子可以揍你 这个皇帝有点与众不同啊 我喜欢 长公主震惊地看向皇上 皇兄 臣妹体内的蛊虫和母后是相通的 臣妹痛苦 母后也会跟着痛苦的 皇上没理她 抬手一摆 拖出去 行行 小内侍立刻执行 长公主匪夷所思地看着皇上 皇兄 臣妹说的都是真的 难道你忍心母后一把年纪遭受痛苦吗 她年纪大了 皇上沉着脸 把嘴堵了打 我要见太后 说话间 长公主被拖了下去 很快 外面响起噼里啪啦的板子声 和长公主被塞在嘴里发出的呜呜声 皇上拧眉坐在书案后 听着外面的板子声 玉树房里一片静默 虚语 一个小内侍进来回禀 陛下 长公主晕过去了 皇上烟缠道 朕的命令是打五十 你们只打了四十五 怎么就停了 小内侍立刻眼批道 是 奴才再去补齐 皇上死死捏拳 打完了丢到御书房的偏殿关起来 等福公公回来 交给他 憋死了就行 啊 小内侍硬了 转头出去 啪啪又补了五板子 把人拖走 听着没动静了 皇上缓了口气 朝行不上书道 查封长公主府的所有家财 全部充公 至于有关长公主的审讯 等福公公回来 你与他一起见晓 刑部尚书面带为难 陛下 若是臣去查封 您需要先尺夺他长公主的身份 贬为平民 不然 查封之事 只能有大理思索 皇上拧眉犹豫了一下 叹出一口气 便让大理思卿去查封 你只负责查案子 刑部尚书神色一松 是 皇上叮嘱道 要重点核查 密道是何时修建的 由何人修建 以及他与苗疆巫骨之人的 所有来往 刑部尚书心头疑惑 难道重点不是核查当年 威远军一事吗 皇上心思深沉 究竟怎么想的 除了福公公 谁也猜不透 面上不敢露出太多心思 刑部尚书领命 臣遵旨 皇上一摆手 好了 你去忙吧 查清了长公主与苗疆之人的关系 兴许就能给西贵妃翻案了 西贵妃贵为贵妃 当年被杖毙 却也只是草稀一果 被扔在乱藏岗 当年 他心疼西贵妃 无力救他活命 却悄悄派人将西贵妃的尸体寻到 安葬在青山之下 如今若是能够翻案 西贵妃的墓穴 纵是不病入皇陵 也能光明正大的翻修了 兴许 西贵妃并不愿意病入皇陵 毕竟当年下了账毙命令的人 是先帝 那样冷酷无情 谁想同他合葬 心里沉得像是装了数吨的签 压到皇上喘不过气来 静默了虚余 皇上抬眼朝荣衡他们看去 一眼看到苏青 迎上苏青那道赤裸裸同情的目光 皇上不由心头一震 当年 西贵妃也曾用同样的目光看过她 是她被太后无端责罚之后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竟然在苏青的眼底 看到了同样的目光 皇上一愣 她是怀念西贵妃有些风魔了吧 苏青眼底 怎么会有同西贵妃一样的神色呢 皇上一柔眉心 再朝苏青看去 苏青已经低下头 皇上心头苦笑 她真是想多了 若非当日平阳军在青云山发现那镯子 也牵扯不出今日这些事了 虽未查明镯子的缘由 但立功不前 朕必厚赏你 皇上看着苏青道 苏青盲道 儿臣谢父皇恩典 皇上扯嘴 面出一缕笑 哎呀 若非是你啊 朕也见不到杜怀忠啊 皇上由衷感叹 长公主身世如何是小 可见不到杜怀忠 便不会知道当年的真相 这一瞬 皇上真心觉得 苏青就是个祥瑞 不然这时隔十六年的秘密 怎么能就被他挖掘出来了呢 五皇子去着皇上看苏青的神色 不由心塞地捏了捏拳 正说话 他也愿愿使从礼物出来 陛下 杜将军醒了 你们回去吧 丢下一句 皇上忙起身去了内室 苏青他们从御书房出来的时候 御书房的门口 几个小内室正在清理 方才打板子留在青砖上的血 五皇子不知怎的 与一个小内室擦肩而过的时候 忽然身子一歪 险些跌倒 那小内室立刻丢了手中的抹布去扶他 殿下饶命 奴才知罪 五皇子站稳 一排一跑 不碍事 你们继续吧 苏青冷眼看着五皇子 五皇子一抬眸 与苏青目光撞上 微微蹙眉 兄弟妹可是有事啊 苏青看着五皇子 又朝地上的小内室扫了一眼 嘴角微扬 没事 雨落转头拉起荣衡的手 就朝外走 荣衡 就这么被媳妇牵手了 五皇子 秀恩爱之前 还是要正式通知我一下好吗 苏青和荣衡走在前面 五皇子没有去当电灯泡 走着走着便散了 出了宫 上了马车 苏青问荣衡 你说他为何没有把窦嬷嬷带进宫 点赞评论分享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